有跟檢調出檢什麼嗎 戴帽子綁馬尾 立委高鴻安被送往地檢署 傅訊遇上前法官當場嗆聲 被罵貪污犯高鴻安不發異語 訓後被依貪污治罪條例 六十萬招保 整起案件也從他字案轉為真字案 高鴻安雙手何時道謝快步離去 還有支持者鬥場舉牌聲援 迎接高士郎 回新竹教職 這回遭約談的除了高鴻安外 還有他的男友李中庭也列被告 你怎麼犯要說 李中庭訓後無保請回 而高鴻安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以及前助理公衛文王玉文 都是十萬元交保 檢調接獲檢舉 高鴻安涉嫌以男友李中庭 當人頭乍領助理費 並要助理繳納所得作為公基金 還以公基金代電私人支出 疑似變成私人小金庫 法界認為 检方沒深壓高鴻安可能是一種司法攻防手段 因為如果深壓被告律師就可以月券 證據底牌可能被看光 也傳出最快過年前就可能起訴 檢調持續追查 高鴻安想全身而退 恐怕沒那麼簡單 國民黨的林根人落選後再開記者會 不滿揭露高鴻安 林根人炮口對內 含話當中央出面處理造謠者 高鴻安設炸意外引爆藍營內後 國民黨立委再度模糊焦點 把檢方調查高鴻安倒向政治追殺 藍營立委矛頭對準執政黨 但別忘了當初開第一槍 指控高鴻安的就是國民黨的林根人 10月31號林根人大動作開記者會 指一高鴻安連用男友當假人頭 詐領助理費 接著一連五天驚抓破口攻擊 直到十一月八號吹哨者 透過周刊曝光一連串事證 十六號前民眾黨人士離冠年 將相關證據送交調查局北極站 層層堆疊下檢調才啟動分案調查 藍白陣營緊咬民進黨司法迫害 高鴻安日前更點名可見名指揮檢調辦案 其實算蠻具體的 檢調不辦才是失職 那選後辦怎麼會說是 怎麼秋後算帳 會說有腳本 這個很奇怪 司法單位選後才有動作 就是有意避免影響選舉 高鴻安設乍領助理費 市政攤在陽光下被一一檢視 是不是政治迫害 證據會說話 3月離證到劉安清正凱就有看到